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,出于对乔治亚人民的尊重,自己不支援经济制裁乔治亚,这对于乔治亚来说,无疑是个好信息。 乔治亚总理巴赫塔泽,当天很快回应称,普京的决定很好。 乔治亚对此表示欢迎,那么普京为何决定不制裁乔治亚? 首先回顾一下事件起因,7月7日晚,乔治亚鲁斯塔维尔电视台主持人加布尼亚,在主持一档电视节目时,突然公开向普京开炮。 大骂普京为侵略者,俄罗斯人都是奴隶。 此外,他还顺便问候了普京已故父母。 意料之中,这位莽夫的做此行为,招来了俄罗斯的怒火。 第二天俄罗斯总统新闻局、外交部、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,以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,等俄各要害部门的高层纷纷表态,称这种行为不可接受。 此外,平时吵来吵去的俄国家杜马议员们,还紧急召开全体大会,并通过了一份特别宣告,建议政府停止进口乔治亚红酒、矿泉水,并暂停从俄罗斯境内,向乔治亚转账汇款。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,目前,议会的立场完全一致。 就等待普京的最后决定,俄罗斯国家杜马大楼。 在这种见在弦上的时刻,普京突然叫停了制裁。 究其原因,出于对乔治亚人民的尊重这种说法,估计只能占得上极微小的一部分。 真正原因是此时制裁乔治亚不符合俄罗斯利益。 俄罗斯国家杜马提出的三条制裁措施,直指乔治亚对俄方向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。 不可谓不精确。 但要知道经济制裁从来都是双刃剑。 施加者和被施加者,都要承受其痛。 乔治亚红酒在俄市场占据重要份额。 目前,俄罗斯已经多年遭受西方国家制裁。 经济实力与其大国地位极不相符。 全俄级BP,大约与中国广东省相当。 而乔治亚的红酒、矿泉水等,都是俄国内市场上的畅销产品。 占据了不小的市场份额。 若按照国家杜马意见,停止这些产品的进口。 俄政府必然将损失大笔税收收入。 同时还需要花更多钱,从其他国家寻找进口替代品。 可谓杀敌一先。 自损八百。 而停止向乔治亚转账汇款的措施,则更加厉害。 等于完全切断了两国间的经贸往来。 但这一措施,将对俄罗斯本身,造成严重损失。 因此从苏联时期起, 乔治亚就和俄罗斯南部地区,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编制经济计划。 双方间经济联络十分密切。 若突然中断两者间经济联络, 则必将严重影响俄南部各州的经济发展。 乔治亚与俄南部地区接壤。 更加重要的是, 停止向乔治亚转账汇款虽然严厉, 但预计起到的效果有限。 乔治亚企业和个人, 很可能会通过第三国与俄罗斯进行汇款。 转账等业务。 因此, 这一项措施, 最终可能只会繁荣他国金融业。 此外, 由于乔治亚境内, 此前爆发了大规模反俄抗议。 俄罗斯已于8日, 中断了与乔治亚的民航班机往来。 这使本就不好的俄格关系血善加霜。 如今在斩断两国间经济往来。 最终只能将乔治亚这一高枷锁小强, 彻底推进西方国家怀抱。 从长远看, 这对于俄罗斯国际发展环境建设十分不利。 乔治亚此前爆发了大规模反俄抗议。 因此, 制裁乔治亚, 对于俄罗斯来说, 并无实际益处。 但若不制裁, 则可彰显普京的大国领袖气度。 同时也为改善俄罗斯与乔治亚的关系, 留下了种子。 分析利弊。 理智那人都会做出选择。 因此9日, 普京云淡风轻地表示, 一个人胡乱说了些什么, 让自己从无名小卒变成了人人谈论的物件。 然后呢? 乔治亚自然有人会反对他。 此外, 普京还强调, 不起诉这个主持人。 不然就让他太荣幸了。 这种不以大欺小, 是消消口水为无误的态度。 无疑将圈粉无数。 但不要就此以为, 俄罗斯总统真的像美国总统一样。 人人可以骂。 为了防止乔治亚再有人效仿。 普京当天也警告说, 如果乔治亚反俄情绪继续蔓延, 则最终将使乔治亚人民收获苦果。 事情至此暂时告一段落。 到目前为止, 乔治亚还算是幸运的。 由于俄罗斯的政治智慧, 乔治亚全体人民才避免了为一个狂妄的电视台主持人买单。 但接下来, 乔治亚各界应反思一下, 作为一个仅靠庞然大物的小国, 如何在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的基础上, 阻止极端民族情绪蔓延, 避免再次发生倚弱灵强, 自招或换的事情。 隔政客也应重新审视对俄政策。 自古以来, 坚于习楚, 才是小国的生存之道。 为了选票一味挑逗民族情绪, 无异于于渔游费顶, 燕潮飞幕, 或是早晚来临。 新兴国际, 带你了解我们的北方邻居, 关注一下吧。 at 头条国际, at 头条号, 俄罗斯印象, 国际时事, 头条国际, 我要上头条, at 我要上头条。